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情从容甜逝 渲染的意境清新 虽无自然景色相衬 却能令观众感受到踏青的欢乐气氛 和春天萌发的勃勃升级 可是 这幅精美画作 却给世人留下了至今难解的千古之谜 画中的哪位人物才是国国夫人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我们能从画作上哪些独具匠心的细节中 寻找答案 北京师范大学王鹏教授 做客白家讲坛 带领我们一起 领略一传千载 国运流芳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中国传世名画上部第五集 丽人游春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水边多丽人 太浓一远 书且真 鸡里细腻 骨肉云 大神杜甫的名片 丽人行 坐于天宝年间 描写的是 全请一时的杨氏兄妹 春游曲江的场景 游春的习俗 由来已久 在玄宗时期特别流行 经常是行人如之 美女如云 逼人行这首诗 先写到 春游女子们的 宴礼之姿和富贵穿戴 继而引出 这些女子们的核心人物 是大名鼎鼎的 国国妇人和秦国妇人 当然韩国妇人肯定也在 接下来写到 江派饮宴的 富贵豪奢和皇帝的荣宠 皇门非控不动臣 御厨洛毅宋八针 就说皇上 特意命内厨房 做了很多针修美味 然后酌黄门关 快马 洛毅不绝地送来 给杨家的饮宴助兴 也昭示荣宠 比如说一个皇上 对臣子家的这个饮宴 或者说是春游野餐活动吧 这么上心体贴入微 可不仅仅是荣宠了 简直有点荒唐了吧 其实皇上对杨家的这个宠性 还不仅如此 旧堂书记载 说杨氏 姊妹昆仲五家 甲地洞开 建你工业 就说他们开府建房子 是按照皇宫的规格标准 释样来做的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 你说一个臣子或者老百姓 你敢按皇宫的释样标准 建自己的私宅 这不大逆不道吗 绝对不会被允许 所以叫建你工业 你这是建阅的行为 可是似乎杨家的这种建阅 是被皇帝默许的 纵容的 甚至还是鼓励的 所以他有 车马溥玉 照耀经义 地相夸上 刚才不是讲建房子吗 现在瞧牵了 车马溥玉 好大的牌掌 人数众多呀 成了京都一景的轰动京城 上热搜了 大家都传这个消息 哎呦 杨家搬家了 大家楼下看看吧 杨家每购一堂 废宇千万计 等发现别人家房子 比自己家房子还富贵 还好的话 怎么办呢 建好的房子 或马上要建好的房子 给我全拆了 重新建 非得比另一家 更富贵 更奢华才行 所以叫土木之工 不舍昼夜 今天我们工程 施工 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 环保啊 很多人性化的措施 他们不管不顾 白天黑天 不管 花多少银子 财力物力人力 全不管 杨家彼付 和炫富这些钱 哪来的呢 皇上会赐 对杨家 这么上心的皇帝 是谁呢 唐玄宗李隆基 坐拥 开源 天宝 盛世繁华 为什么偏偏 对杨家 体贴入微 这么细致周到的照顾 因为一个美女 那就是 回眸一笑 百媚生 六宫粉黛 无颜色 天生励志 自己都难自弃的 杨贵妃 杨玉环 彼时唐玄宗啊 觉得自己大事都搞定了 已经很有成就了 四海成平 封山国泰山 终于可以安心享乐了 就不再 历经图治 瑞晋曲 本是小官吏的杨家 就因为杨玉环 依人得道 变成了云木交房亲 兄弟姐妹接入京 她大姐 三姐 八姐 分别被封为了 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 还有秦国夫人 被称为皇姨 白菊在《长恒歌》里 有这么一句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众生男众生女 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 这种观念是刻到骨子里的 是融入血脉之中的 它不是今天我们这个男女平等的社会 你可以想象的 可是就连封建的卫道者 都能发出这种 哎呀我生个儿子有啥用 我干嘛生男孩啊 生个女儿 嫁给豪门 或者嫁给皇上 一辈子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了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不是他的心理化 应该是一种 气急败坏的口吻 而我们如果 过滤掉历史的批判性眼光 就是我们不用这个批判的视角去看这个事的话 开元圣事 大唐繁华 是真真正正存在过的 那个时代 那片土地上的生命 应该是真真切切 感受过这种繁华 强盛与富贵的 这就是现在我们仍然 惊献 或者是向往的圣唐啊 那么这场盛世的有声有色 如果没有美好图画的参照和应赫 将是多么的遗憾 索性有这么一位丹青庙手 他应该见证过这些富贵与繁华 并且用画笔记录了下来 这个画家叫做张轩 传说他画的这件作品叫做 《国国夫人游春图》 张轩活动于开元天宝年间 张艳远在历代名画记里面 有这么一段记载啊 杨宁 杨生 张轩 以上三人并善化人物 就说这三个人都很善善化人物 宁以开元十一年为使馆画质 轩好画妇女婴儿 现在大家如果搜索张轩这个词条啊 很多地方是记载着张轩是宫廷画家 可能这个信息就来自于张燕远的这个记录吧 可是张燕远其实写的是啊 宁就是杨宁 开元十一年为使馆画质 他可没写张轩当过宫廷画家 如果他真当过 张燕远不会这么表述的 所以张轩曾经当过宫廷画家 这个事应该是有误的 但是即使他没有专供于宫廷 当过一个宫廷画家 由于名贯一时嘛 画名远播 所以接触达官贵人 并为之作画的这种可能性 还是有的 如果他真的画过国国夫人游春图 那么他接触过国国夫人 并且为之画像这种可能性也有 时代也对得上 我们现在说的这件啊 国国夫人游春图 他最早的记录在哪里呢 是宋代的宣和画谱 宣和画谱里边 画在张轩名下的作品 达到了47件 大家看一看 唐代同时代的 没记录那么多作品 结果到了遥远的宋代 一下子冒出了47件作品 现在我们看到这件 国国夫人游春图 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在卷前的隔水处 有金章宗完颜景 用寿金书提写的 天水魔张轩 郭国夫人游春图 也就是完颜景 鉴定 这张画呢 是这个宋徽宗召集 他画的 当然现在啊 我们一般认为 这应该是 徽宗时期 组织画院高手临摹的 而非宋徽宗亲笔 游春是唐朝时期 非常重要的社会风俗 衣食丰富 生活无忧的唐朝人 喜欢在草掌英飞的时节 走出宅院 拥抱春天 雍容乐观的圣唐风貌 就在一幕幕 轻快安逸的游春场景中 得到展现 国国夫人游春图 通过画家高超的创作技巧 向世人呈现了 唐朝贵族春游时的 欢愉图景 彰显了那个伟大时代的 自信风采 那么 如此精美珍贵的 国国夫人游春图 到底有着哪些 令人参叹的细节 又能带给观众 怎样的艺术感受呢 国国夫人游春图 画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画面描绘的是一支 人数不多的游春队伍 九人八马 栩栩而行 画面情节很简单 充满着闲适的氛围 人和马呀 大致可以分成两组 第一组 前三匹 可以当作导引 我们看一下 第一匹马 这是一匹高大的 淡黄色花斑骏马 它的脖子上的棕毛 被梳成了三段 这叫三花棕 在开元天宝年间 常以三花式马 这是马和它的主人 地位尊贵 这样的一个象征 马呀 脖子前边戴着红色的踢胸 踢胸就是那个红绒球 杖泥也特别滑美 杖泥就是安套 马鞍子上那个套 大家在画面里看 就是那个座垫 有里边一层和外边一层 这两个座垫 这叫杖泥 杖泥也特别的滑美 马上端座的这个人 头戴的是半透明材质的黑色帽子 发际线也隐隐约可见 身穿圆领 清灰色 窄袖 长袍 胸前呢 是用金丝绣的 鸾缝团花图案 因为时代久远啊 金粉色可能会有脱落啊 但是确实它是 绣过这个团花图案的 这匹马后面跟的是一匹 菊花青色的马 上面坐着一个 身穿粉衣 下树白花裙 头腕双环的一个少女 应该是一个丫鬟吧 他后面跟的是一匹大黑马 马上坐着一个戴黑帽的 圆领 白袍的一个年轻男子 应该是士座 下一组 五纪 其实也可以分为两小组 当先两纪是并配而行 上面坐着两个会妇人 她们呢 体态优雅 田径 风肥浓历 唐代人物化 与之前相比 有两点变化 第一点呢 就是大约在武则天时期吧 开始崇尚 对现实中人物的描绘了 第二点呢 就是风肥浓历的 女性造像样式的确立 以及流传 我们都知道 杨贵妃是胖美人 环肥艳寿 杨玉环的风雨美 和汉代赵飞燕的这个骨感美 是两种美的类型 但是唐代肯定是追捧这种 风雨之美 我们知道 对女性身体 这种风雨美的偏好 不可能是从杨贵妃开始 但是她凭借自己的美貌和聪慧 赢得帝王的欢心 那么这些后妃的审美好赏和生活方式 肯定成为贵族阶层女子 甚至是贫民女子争相效仿的对象 有的研究认为 说唐代为什么这么喜欢胖美人 与当时发达的饮食文化有关 就是说社会富足了 人们吃得特别好 吃得也都特别胖 所以没办法 就是喜欢胖人吧 想要瘦的也没有啊 还有的观点认为 可能与当时佛教造像艺术的流行 也有关系 我们看佛教 无论是壁画中或者是雕塑上 神佛菩萨大部分是面容满月 也是圆脸 这都是一些研究的观点 总之呢 这个风夹匪体 在唐代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审美时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贵夫人 他们一个扭身回看 另一个人是墓室前方 他们都头梳着高际 然后发际垂在一侧 这种发式叫做堕马际 也叫坠马际 是贵族妇女流行的一种发际款式 然后女子是短蠢长裙 身上佩帛 短蠢是指短上衣 就是短款的 可以系在裙子里头 然后长裙是上树胸下叶地 这种短蠢配长裙 衣上的这个穿搭方式 可以凸显女性这个曲线美 同时有拉长下肢的作用 显得腿长一点 因为不可能人人都长大长腿 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这两个女子衣服的颜色 你看基本上是红配绿 红裙绿袄或者红袄绿裙 它用的是补色对比 但是这个红和绿不是正红正绿色 红色最浅处接近于白色 然后见此过渡到粉色 最后才有那么一点点纯的猪纱色 猪红色 绿色也是粉绿渐渐变冷 变成了一点粉青色 避免了大红大绿那个俗艳的感觉 但是同时也有补色的对比鲜亮感 这也就说明 宋代宫廷画家在临摹这张画的时候 其实还是融入了自己的一些 常用的技法 还有这个审美的习惯 他把它画得更加细粒精致了 更严整 这两个妇人身后跟的是一匹三花马 马上坐着一个年纪稍长的妇女 然后抱着一个女童 这个妇人上身穿的是灰绿色的短颅 夏季墨绿色长裙 剪得很小心翼翼 很宫紧 那么这个女童衣着比较鲜亮 红上衣白花裙 从她稚嫩的年纪 以及老成持重的状态来看 应该体现出平时生活环境的一种优越 以及身份的尊贵 这个队伍的最里层 那匹马上坐的也是一个 穿粉衣的丫鬟模样的人 举着鞭 那么画面左下角 那匹马上坐的是一个白衣的男侍者 扭头回看这个女童 等于说这个侍女和这个男侍者 把中间的三花马 也可以说是马上这个女童吧 护在这中间 队伍还是很齐整的 有一定的规矩的 这些马都没有奋提及行 脚步比较轻快 看得出来正是在游春游玩吧 边看风景边说笑 也没有什么着急忙慌的要去干的事 正是游春的这种闲适的心情 看一下全图 首先色彩非常的鲜明艳丽 刚才我讲了 有红色绿色这种补色对比 所以视觉效果很强烈 同时还有像浓重的黑色 还有纯白色这种对比 所以色彩效果非常好看 很温文但也很鲜艳 第二呢 人物的衣服 除了这两个丫鬟 还有两个男侍者之外 其他人物的衣服没有一件是相同的 第三 动作也绝不雷同 你看有的扬边 有的策马 有的回看 有的前望 即使都是扬边的动作 也会有动态和神情上的区分 第四呢 我们来看一下构图 前三季为引导 这三季是送牌的 后五季呢 分成了两组并牌的 横 纵 这就是画面有了空间关系 有了遮挡了 有了层次了 另外数字上呢 你看啊 三季 两季并行 三季并行 三二三 单双错落 疏密有致 所以画面疏朗 但是呢 有内涵气韵 这张画叫游春图 但是没有画任何与春天相关的景致 画面全是空白 可是我们仿佛可以透过那轻快的马蹄和人物身上轻薄的春山去感受到浓浓的春意 画家就是通过营造视觉的轻松感让观众去体会画中人轻松的心情 用的正是秀罗衣裳赵穆春的艺术手法 从而达到了这种无声圣有声的艺术效果 或许一件传世艺术家作的魅力 不仅体现在他本身所蕴含的极高的艺术价值 还体现在他给世人留下的油泡琵琶半遮面一般的神秘气质 国国夫人游春图给世间流传了一段穿越千年的春日气息 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到底画中的哪一个人物才是国国夫人 为什么这位传奇女性的踪迹如此难觅 国国夫人游春图留给我们的千古谜题 恰恰是谁是国国夫人呢 对于画面的绝对女一号女主角国国夫人 其实画家似乎没有给出足够的明确 学术界多年也争论不休 当然我们可以先排除四个人 就是两个白衣逝者那男逝者 还有两个明显是丫鬟的人 这四个人排除掉 还有五个人 你说那个小女孩是国国夫人 应该不太可能 剩下的人中谁是国国夫人 意见比较集中的有三种猜测 这三种猜测呢都很有道理 但是也都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 有一些矛盾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种猜测吧 第一种推测就认为 第二组五匹马中 位置比较靠前的 墓室前方的那个贵夫人 她是国国夫人 就是穿红裙的那种 这是基于视觉艺术规律常理来判断 我们知道一张画里边一定有画眼 就是画的那个最好的位置 核心位置 现在流行词叫C位 C就是英文字母 英文单词 Senter Senter的首字母 C位就是画眼 核心 画里边最好的位置一定给到重要的人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整张画面 最核心的位置 应该是这个穿红裙的女子这儿 后五匹马可以说 形成了一个环绕包抄的感觉 然后重心捧月 把它捧在中心了 她这位置是最好的 等于打开画 大家第一眼就找这儿 非常接近于黄金分割 其他人呢 目光多少都是向着她的 比如跟她并配而行的那个贵妇人 你看回身侧目 可能是要跟她说话 那么左下角这个白衣男侍者 扭头 你说她看女童也行 你说她看这个贵妇人也行 好 如果她是国国妇人 我们进一步去推测一下 有人认为啊 这个一马当先队伍最前头 骑着三花马那位男子 可能就是杨国忠 和这个贵妇人呢 并马而行的 另一个贵妇人 很可能是她妹妹秦国妇人 她身后那匹三花马上呢 年纪比较长的那个妇人 很可能是她的大姐韩国妇人 因为韩国妇人毕竟年纪 要稍大一些嘛 但是她骑三花马也说得过去啊 也有观点认为啊 这个年纪长一点的女子 就是奶妈或弑母 老妈子 这个女童才是国国妇人的女儿 也有这种观点 总之我们先展现认为 这个穿红裙的女子 她是国国妇人 支持这种观点的 其实还有一点证据 就是这个女子神情的刻画 你看她呀 端坐马上 波澜不惊 其他人多少都有点动态变化 她呀非常沉稳 沉得住气这气场两米八呀 震得住这个C位 所以呀 很可能贴近国国妇人 她本身的这个性情 气质 那观众你要问说 国国妇人她应该有啥气质啊 我们不妨从历史典籍的蛛丝马记住 我们推测一下 找些参照 一般认为啊 国国妇人长得很漂亮 但是作风不是太好 新唐书旧唐书都记载了 她于杨国中是有私情的 而且是颇为人知 不迟眼 就这事啊 其实挺多人都知道的 当事人好像也没刻意隐瞒 这两个人呢 每入夜 并驱道中 从见 世母百余记 聚密如尽 亮装营礼 不失为账 这段描写啥意思呢 就是说她两个人啊 去进宫拜见皇上 跟从的这些下人啊 这个男侍从女侍从 都一百来人 好大的阵仗和队伍 亮装营礼嘛 聚密如尽 非常奢华 这个两个人 这个两个人就高头纳马 并排走在路的中间 然后轻轻我我 你弄我弄 他俩的这个柔情蜜意啊 完全不避讳 吓人或者两边的吃瓜群众 不怕 还有一条记载 而十宅 朱王百孙苑婚嫁 皆因韩国为少界 仍先纳落千冠而奏情 网不称旨 这记录就有意思了 十宅 朱王百孙苑 就是李姓的朱王 也许还有异姓王 总之就是 皇亲贵重 他们的孙男弟女 子孙要婚嫁 那么皇族 王族 他们子孙结婚 应该报备 皇上得首肯吧 应该是走这样的程序 可是他们必须先 找韩国夫人 或者国国夫人 请他们来做介绍人 大家不要误会 并不是说 这个国国夫人 韩国夫人 他们特别的热心场 跟大家关系就特别好 所以交情很好 就放心说 我们家孩子 到了试婚年纪了 两位夫人 你们看看 有没有门当户对的 适合给我们家闺女 或儿子 找个对象的呀 你们真拿 两个夫人当媒婆的 她这个少界啥意思 就是到我这来 给我报备来 然后纳落千冠 你得给我送钱行贿 你要不行贿 你们亲事成不了 我不给你上报皇上 不让这个事成 当然如果你这个钱 交的不够 不让我们满意 你们原来看好的 那桩亲事 能不能成 不一定了吧 你们娶个啥人 你们嫁个啥人 也不一定 让你们碎心满意了吧 大家看看 这可是王族啊 皇族子女 他们的婚姻 杨氏兄妹 都要插上一手 你看 国国夫人 虽然女流之辈 肯定没有一官半职 但是同样是在官场上 在贵族中 搅弄风云的人物 所以我觉得啊 国国夫人 滋容艳丽 但是也未必就是 那种外放的放浪之姿 很有可能 她就是非常沉稳的 很端架子 这是第一种猜测 就是说 红裙这个女子 很可能是国国夫人 那也有问题 问题在哪啊 马不对 整章画一共八匹马 四匹没有踢胸排除掉 有踢胸的也是四匹 踢胸就那个红绒球 说明马的身份 应该挺高的 在四匹马之中 又有两匹 是三花宗 三花马 地位是最高的 那如果这个穿红裙的贵妇 她是国国夫人 怎么自己反而 骑了一匹普通的马呀 这不太合常理吧 如果观众你就说 哎呀 国国夫人天生放纵 不计爱自由 我就乐意 我就非得自己 骑一个普通的马 然后让其他人 骑三花马给我开路 那我也无从反驳 但是还是说 不太可能 她敢这么干 张轩也不敢这么话 那有第二种推测 你不是按马的贵贱 来分人吗 这个女子后面 就是一匹三花马呀 就是抱着女童的那个年纪 稍长的妇人 所以第二种推测 认为这个妇人 是国国夫人 你看她的这个马的位置 也还行 勉强算得了C位 也还行 因为毕竟其他人 都把她护在中间嘛 很宝贵啊 另外呢 这个国国夫人呢 欲有一子一女 所以说她年纪稍微长点吧 也有可能 她怀里抱的是她闺女 大家看队伍最前边走的那匹马 骑三花马的那个男子 一看年纪就很轻啊 很俊秀啊 很帅啊 那是她儿子吧 所以这是第二种推测 认为这个年长点的妇人 她是国国夫人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与我们想象有点差距 因为你想啊 我画了国国夫人 而且善化美女 结果我把其他女子画的 穿得那么漂亮 很年轻 然后把国国夫人画的 有点显老 她不要命了吧 而且这个女子啊 还是显得比较公顺 小心翼翼地陪着那个小女孩 所以从气场上来说啊 有点不匹配 所以说这第二种推测 也是有一些 说不清的这个地方 国国夫人游春图中的 国国夫人身份之谜 成了一个困惑世人 千年之久的悬案 不过 有一种大胆的说法 令人眼前一亮 她将目光聚焦在队伍前方 一位身着男装的人物身上 难道这个人 就是我们寻找 已久的国国夫人吗 我们还能从画作的 哪些细节中 捕捉到破解国国夫人 身份之谜的蛛丝马迹呢 那好 就有了第三种推测了 画面里边 还有一匹三花马呀 就是队伍最前边这匹 因为据记载 国国夫人长骑一匹紫葱马 她每入境中 就是长骑葱马 然后让一个黄门官给她架马 我们看这匹马 体型啊 色彩啊都还对得上 另外这匹马呀 它的那个安套 也是最为华贵的 你看底下一层是水禽鸳鸯土 上面一层 珠红色的底子 然后呢 有云纹 还有一只斑斓猛虎 国国夫人的国字里边 就有一个虎字 所以这个仗仪的图案 是不是某种暗示呢 也有可能 我们再看一下 马上这个人 衣冠楚楚 泰然自若 气定神险 长袖 副手而不露 长襟必夕 看得出生活的养尊处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哎 这人身上穿的是男装啊 据记载 说唐代因为 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吧 女子还是穿男装 或者是胡服 当做时尚的 国国夫人呢 恰恰是一位 特别撒的姐姐 这姐姐啊 你看爱妻子聪马 很潇洒吧 唐代有一个大师 叫张护 他有一组诗 叫吉林台 他这么写的啊 国国夫人成主恩 平民骑马入宫门 雀仙纸粉 乌颜色 淡扫峨眉 朝至尊 就说国国夫人 对自己的容貌 是非常自信的 她觉得你说 我画那么个大浓妆 真是对我 美丽容貌的亵渡 完全彰显不出 我的美貌来了 怎么办呢 轻轻地画下眉毛 素颜朝天 就见皇上来了 这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 特别的帅真 很婆辣 很美 然后有点帅的一个 国国夫人 现在有一句流行语 说这个女生啊 要是帅起来 就真没男生什么事了 总之国国夫人 确实挺帅的 你们看画面上这个人啊 面如细粉 看上年纪很轻 细眉细眼 樱桃小口 五分樱气 五分俊秀 如果说这个人是国国夫人 她穿着男装的话 也有点意思 所以啊 第三种推测 就是认为 这个着男装的 一马当先的这个人物 就是国国夫人 而且这种推测 在近年来 还颇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我想可能暗和的 时下我们某种心态 或者是这种观念吧 就是对女性的态度 观念 开放了 人们也许更愿意 更期待有一个 比较帅的国国夫人 当这个画面的女主角 当然这第三种推测呀 还是有一些 说不通的地方 我们看古代人物画 核心位置 一定要给画面身份 最高贵的这个人 也是画面的中心人物 而且呢 地位越高 她形体画的 一定要大一点 看看历代帝王图 看一看布脸图 都是如此 其他的画 也基本上都如此 而我们看 首先从形体上 国国夫人尤春图里边 这些成年人形体 差不太多 第二呢 肯定这两个 骑三花马的这个人呢 或者是一个小女童 或者前面穿男装这个人 身份肯定是最高贵的 但是你要说位置最好 也没那么确定 你就说穿红裙 这个女子位置最好也行 后面那批三花马位置也行 当先一批也行 就是主人公 最好的配置 最好的位置 就没给其 你看张宣宇 国国夫人是同一时代的人 如果她真画过这个内容 很有可能 是接触过国国夫人 并应邀位置作画的 她不能犯太低级的错误 女主角没给够光环 另外呢 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 去强调女子穿男装 因为古代绘画中 你是男是女 还是比较明确的 我们不应该用今天啊 开放的游行风去 去推测千百年前的 这个朝代的现实情况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三种推测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也都有一些 说不明白的地方 缺少足够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 我个人认为这张画里 没有国国夫人 这张画题目 原体应该不叫 国国夫人游存图 定名给定错了 就把观众对画中 内容的一个认知 给带歪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想啊 这张画最早记录 是在宋代的宣和画谱 是北宋的 然后呢 确实在北宋啊 也有些其他文献 能够证明 国国出游图啊 这种国国夫人 为内容这个题材 确实流传过 但是从张宣 那个中唐时期 到北宋宣和画谱 将近三百年啊 这三百年 风云变幻 中间还隔了一个五代 什么文物能够流传 它的真伪如何 都不好说 而且根本没有 明确的收藏 流传的轨迹 可以寻 就这三百年中 它是一个红白 这张画的真伪 内容是什么 那就有待商榷啊 另外 就是宋代人啊 给画定名 其实也缺乏一些科学 像米弗啊 他在自己的画史 自己的论著中 就批判过这种现象 他说当下的人 特别不讲究 给那些没有名字 没有题目 不知道作者的这些画 非得安个作者 这种现象特别普遍 米弗举了一个例子 就说唐代有一个大画家 叫韩干 擅长画马 那好吧 现在的人啊 只要收藏到一张画马的话 没有题目 没作者 就全说是韩干话 有一个画家叫戴松 特别擅长画牛 特别有名 好吧 那我收藏的这个画 无论是黑牛 白牛 姿母牛 全是戴松画的 你想呀 这有利益啊 我收的画要是 古代的一个大名家 他画的 那你画多值钱呀 很多名就是这么 给起出来的 起名有随意性 你别说别人 就是弥符啊 他这个本人 在顾凯之内几张画的 定名和考定作者中 就发挥了一些 类似的作用 他也跟这些事都有牵连 另外呢 起名字 宋代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拿到一张画之后 我去找历史文献 比如张轩 你看 他曾经画过 国国夫人尤春图 这张画呢 又是一张尤春 得了 我就把这张画 按到张轩身上吧 名字就这么诞生了 你看刚才我不提到了吗 唐代没说张轩 传世有几张画 结果到了宋代 一下冒出了47张 所以啊 就说宋代起名 还是比较随意的 所以我个人 更倾向于啊 这张画画的 并不是什么 国国夫人尤春图 它就是一个贵妃出游图 你们看啊 有男主人 有他的姬妾 然后有他的孩子 有保姆 有丫鬟 有侍从 很完整 说得过去啊 很可能没有什么 特定的 国国夫人 这样的一个 重要的历史人物 国国夫人尤春图 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在于 它是我们现存绘画中 比较早期的 直接描写 现实生活人物的作品 你看啊 女史真图 是道德训誉题材 不碾图 历代帝王图 政治历史题材 洛神户图呢 画的是山水神女 吴道子的作品 把宗教经典中的人物啊 故事啊 形象化 他是供人摩拜啊 供人领礼啊 或者是敬畏的 参拜的 他充满着力量感 可是也有一定的压迫感 可是到了唐代的中期 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了 不树立楷模 无关宗教信仰 也不去追求虚无缥缈 你看 岛链图 或者是国国夫人尤春图 描写的都是生活片段 国国夫人尤春图 这张画的利益 并不是让大家去感受 画中人的滔天权势和富贵 而是感受他们的生活的美好 他们的快乐 观众们看画会感到轻松 美好和愉悦 同时领略到大唐那种高亢 自信和乐观 以上就是我对 国国夫人尤春图的一些介绍 那么同样传为张轩的 另一件作品 《岛链图》 与国国夫人尤春图 有近似的情况 是金章宗在画前隔水处 提写了 《天水魔》 张轩《岛链图》 那么《岛链图》又有怎样的艺术成就呢 画中的12名女子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